文章来源 华人生活网 年初引起全美瞩目的硅谷工程师涉嫌杀欺案的凶宅18日挂牌上市 这栋1960年建成有四我二位的二层不动住宅 位于今年首季热卖的英伟达概念房区域 此房目前要价212万元 低于购房网站对其超过250万元的股价 根据房产交易平台Redfin的信息显示 这处房产于5月27日挂牌上市仅9天 就已进入出售流程pending 据说买家是亚裔 似乎完全没有受到杀欺案的影响 根据购房网站显示的信息 在仅仅上市6小时之后 该房源就成为热门房屋 已有超过9500次查看 随后更是浏览量上万 就在网友还在喊着凶宅不吉利的时候 该房子一周多的时间就已进入出售流程pending 有网友表示买家是印度裔 比开价加了20万买到该房子 但是截止到发稿为止 并未证实这一说法 从房子本身来说 这栋房产位于圣克拉拉市中心 地理位置极佳 骑车几分钟就能到达苹果公司总部 周边多所顶级小学 著名私校中央公园市图书馆 距桑塔纳商业街5分钟车程 当时二人可能在为孩子筹备未来的校区房 房产经济网站上 卖房经纪人写道 随时入住 位于圣塔克拉拉县心脏位置 非常便利 骑单车几分钟就能到apple公司 美观的外表 还有童话般的高尖顶 描述中还提到 这种房屋学区不错 还有机会抽签去更好的小学 距离中央公园和图书馆 也是咫尺之咬 周围还有硅谷最富盛名的哈克斯校 去高档商业中心 Santana Road 也只要5分钟车程 另外 网站上也标注了 曾经有人在这间房内死亡 该房屋所在区域年初的最低成交价 约为200万美元 随着湾区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 即便有瑕疵的房屋 也能卖出好价钱 从卖家提供的房屋照片中可以看到 这栋独立屋状况良好 装修新颖 屋内原有家具 已全部搬空 没有进行任何装饰 仅做了清洁打扫 显示出卖房的急迫 买家可通过卖方经纪人 申请随时看房 房屋外面挂有装有钥匙的保险盒 需要联系卖方经纪人 获取开锁密码 根据加州房地产法规 房屋内若有人过世 三年内出售需在文件中揭露 但三年后则无此要求 因此 是否购买到曾发生命案的房屋 需要买家向卖方经纪人实际询问 卖方必须如实回答 今年年初以来 股市回升 带动弯区房价上涨 即使是有瑕疵的房屋 也能卖出高价 曾经的凶宅 也能达到市场价 如果真如网友所说 凶宅也要加价 弯区的房子还真是不筹卖 当然 还要加价 统筹